道光年间 励志 曹韵 河宫 岩雾 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分体 尤其是两怀岩雾弊端丛生 当时苏鲁地区的岩宵 与四眼贩子关系密切 七行八市 那么 要想整顿两怀岩雾 道光帝会将此重任交付于谁呢 这个人的脱颖而出 对鸦片战争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精彩讲述 道光鸦片战争之城至岩宵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玉大华教授讲到 道光五年 也就是1825年 陶树调任为江苏巡抚 在江苏围观期间 他创海运 书河运 清朝的曹政面貌得到改观 陶树也脱颖而出 成为道光朝政坛上 一颗耀眼的明星 道光十年 陶树又被提升为 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 统霞 苏 瓦 干三省 是掌管清朝东南半辟江山之重臣 那么 道光帝为什么会对陶树 为以重任呢 陶树又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 纵横百合 大战宏图的呢 辽宁师范大学玉党皇教授 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道光与鸦片战争第六集 诚治言宵 道光皇帝上台初期啊 求贤若渴 正好赶上四川总督 蒋悠贤入京谨见皇上 道光把自己的想法一说 蒋悠贤脱口而出 川东兵被盗陶树 业继四川第一 裁刊大任 道光剑蒋悠贤说的 肯定坚决 立即提升陶树为 三溪安查史 安查史是一个相当于 今天主管公安司法的 副省长的位置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 到广地多上有点后悔 为什么呢 他发现这个桃树 奏则特别多 本来按照曹正雍的建议 专门挑剔大臣奏则中的细节 处分了一批官员 所以这个时候 不到万不得已 朝野大臣一般都不上咒诀了 只有这个桃树照上不悟 康康尔论 扬扬树千言 而且品评人物 只赐实证 毫无顾忌 道光帝耐心看完之后 不仅没发现什么细节上的错误 还很受感动 为什么呢 写得太好了 但是道光还是不放心 会叫的罗则未必能拉车 于是传于安徽巡抚 孙儿准 让他暗中考察桃树 然后据此密报 这不是打小报告吗 怎么让安徽巡抚去考察桃树呢 这个时候桃树调到安徽任不证使 也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这么个位子 所以让安徽巡抚孙儿准暗中考察 俗话说 同行是冤家 一个巡抚一个不证使 桃树又耗出风头 那么说起来 安徽巡抚不大可能说桃树的好话 真没想到 孙儿准上周啊 对桃树暂不绝口 说他精力过人 见识超群 无论多么棘手的工作 到桃树手里边 处理得行云流水一般的顺畅 而且胆大心细 敢想敢干 操手也很清廉 道光帝一看 这个密报心中大喜 说既然桃树如此优秀 那得 说你就别干了 让桃树干吧 于是提升桃树为安徽巡抚 还有这么办事的人吗 这个孙儿准啊 我根据史料记载 说是个非常非常胖的人 怕热 夏天啊 在合肥的时候啊 就没法过 在水缸里边过 放上水 露着头 勉强度过夏天 那么到广地考虑到 也不能让孙儿准太委屈啊 把他调到福建当巡抚 福建那个地方啊 更热 更热 至于孙儿准怎么想的就懒得去多管了 1825年 朝运受阻 道光皇帝决心海运南朝 满朝大臣 赞成的少 反对的多 地方都府中站出来 坚决支持海运的 就是桃树一个人 道光帝特地把他调到江苏做巡抚 然后由桃树一手抄办 把大清朝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这个海运南朝啊 搞得稳妥顺的 最让道光帝感动不已的是桃树还给他省了二十万两百银 要知道当时批给桃树的海运经费 那是打了折扣的 当皇帝这几年来啊 地方都府成天跟皇帝哭穷耍赖 弄得朝廷啊 都快成菜市场了 每天君臣之间啊 讨价还价 互相指责 那赌肉发誓 甚至顿足吹凶 弄得皇帝也差不多快成无赖了 凡是大臣报上来的经费预算 一律不分清空照白 上来先打他个五折再说 道光帝为此 颇为自豪了一段 能发现这样的人才 能用好这样的人才 那完全说明自己是个有道明君吧 所以在1830年 当桃树的老领导 兼伯乐 蒋优贤 引并谢两江总督任的时候啊 道光帝立即提升桃树为两江总督 这年桃树52岁 这位二十岁之前啊 不知道吃饱了称的 是什么感觉的 红南汉子 一手掌握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管辖安徽江苏江西三上 在清朝的时候要谈起政治地位 直立总督那是龙头老大 要谈起经济地位的话 那么两江总督啊 看成首屈一指 建于桃树为政清廉 办事经民 是个韩胜大任的贤臣 道光帝会掩食材 调任他为两江总督 桃树接受两江重任 一方面对黄泉感恩怠苦 另一方面则认真经营 尽心竭力 决心治理好两江三上 谁知好事偏不凑巧 桃树容任两江总督之时 正指两槐盐物疲弊之际 用道光帝的话说 是两槐盐物避坏一击 那么两槐的盐物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轻壮 当时清朝的盐法制度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大家知道盐是生活必需品 也是国家垄断控制的 重要的专卖品 国家把盐税 也叫盐克 加到盐价里边 然后通过特许经销的商人 把盐卖给消费者 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 为此各朝都制定了 细致阳格的盐法制度 清朝的盐法 生产销售权 此外还有一个名词叫盐盐 相当于今天的专卖许可证 商人到政府那去买盐盐 就等于交了税了 取得了合法运销食盐的资格了 然后再拿这个盐引到盐厂提盐 在指定的区域销售 江苏是产盐大盛 江苏盐业的生产 销售的集散地集中在扬州 提起扬州盐商 至今依然如雷贯耳 扬州是两怀盐运司 衙门所在地 所以盐商都集中在扬州这个地方 扬州的盐商 基本垄断着全国盐业的生产和销售 可以任意加价提价获得暴利 在乾隆年间 扬州盐商每年的利润 在1500万两白银左右 简直可以说得上是复刻敌国 乾隆皇帝第五次难选 盐商福哲皆价 当乾隆的船快要到镇江的时候 突然船上这些太监 大呼小叫 喊皇上赶紧出来看 乾隆皇帝漫条斯里就走出来了 说喊什么 他说请皇上看 在船前方岸上 十多里远的地方 耸立着一枚大桃 非常大 红翠可爱 前隆皇帝感觉十分新奇 有兴致 很有兴致地来欣赏他 不知道这又搞得是什么名堂 当皇帝的船 接近这枚桃的时候 突然烟火大发 光燕四射 伴随着太监的尖叫 这枚桃轰然开裂 原来里边是个剧场 上百演员 伴随着悠扬的乐曲 在那演戏 在那演戏 演什么戏呢 演兽山浮海 这串戏 等进到镇江城的时候 看到家家户户 脏灯结彩 游四一新 城市的绿化 赏心悦目 不用说 全是盐商超办 此行 前龙特地带了一批 工程技术人员 去测绘盐商家的花园 准备在北京 访见 盐商 差不多是世界上 最懂得生活情绪的人了 他们修建 亭台楼馆 教养戏班 自己家养戏班 琢磨精致的菜肴 知道今天大家 知道还有淮阳差很有名吗 都是盐商研究出来的 当时两怀 八大商种之首 黄君泰 据说 黄君泰 吃一碗蛋炒饭 需要五十两白银 差不多相当于 一万块钱人民币了 说怎么这么贵呢 他要求高 那蛋炒饭 说这个米饭 这个米 要每粒米都要完整 做熟了之后 粒粒米分开 用这个鸡蛋更是别字 下大的鸡 吃的是名贵中炒药 加鲜活鱼鲜 不仅营养丰富 据说味道还好极了 那么用这种鸡蛋炒出的米饭 要求这个米饭 米粒 外表金黄 内心血白 还要配上一碗 白鱼汤 什么鲫鱼蛇 乌鱼片 什么鲨鱼刺 什么鲜鱼脑 等等 也不一定非得一百种 做出的这个汤 那么就值这么多银子 扬州炎商的穷舌疾欲 汇惑浪费 足以说明 在康贤盛世时期 清朝炎武 在专卖制度下的弊端 两淮炎武兴盛世期 两淮炎商 靠朝廷的恩宠 和地方官府 庇库 成为中国社会 最为显赫的阶层 曹雪芹的祖父曹银 就曾经做过 两淮巡言御史 不过 当陶树掌管两江的时候 两江的繁荣 已经成为过眼烟员 那么 两江炎政 为什么会如此疲惑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 清朝炎政的混乱呢 有清一代 思言问题 一直困扰着统治者 什么是思言呢 就是为给国家纳税的言 那是思言 很难想象 当时的人 就像我们今天 把大毒品发子 称为毒销那样 把思言发子 称为思销 或者叫言销 言力大吉 但是老百姓都知道 有一句俗语 叫思言越近 越好卖 思言 跟纳了税的言 比起来 那叫官言 有两大优势 一个是价格便宜 等于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清宣中十路记载 道光的时候 思言一斤 三十文字钱 大钱或者红钱 圆的 官言多少钱一斤呢 六十到七十文字钱一斤 这是它第一个优势 思言的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呢 是品质好 大家可能奇怪 说思言便宜 这正好理解 它没给国家纳税 它当然就便宜了 它怎么品质还好呢 言商一方面获得暴力 另一方面呢 它的负担也很重 不仅要交纳言客 还要承受官员 无尽无休的额外的盘培 办一次严隐 要经几十道手续 哪一个手续不用钱来打通 你都过不去 盖一个转 要交大笔的漏规 另外还有额外的盘培呢 你比如说地方经费不足 让言商出钱 办教育 让言商出钱 给皇帝办供 那么找言商要 这类例子非常多了 就是皇帝本人呢 不时都勒索一下言商 你比如说 河宫 自立黄河 军需 打仗了 还有庆典 什么庆典呢 皇帝的生日啊 皇帝他妈的生日 太后的生日 那么一开口 就跟言商要上百万两的白银 另外言商本人生活豪舍 为了维持这种生活呀 他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提价 导致这个官员下根高 再一个呢 是降低成本 怎么降低成本 那就是做研究不讲究了 逼激眼了 甚至可能说 说那你给我进两吨沙子 要好沙子 越细越好 干什么回来 往眼里掺呢 这样一来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官员自消 食言大行其道 有研究表明 说清朝这个食言啊 能占到人均食言消费量的一半 官员自消 食言大行其道 受害的是言商 那么更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所以清政府啊 阳格打击食言 但是效果不理想 越近越多 我想啊 这个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 比如说清朝这个研业发达 那么产量比以往大大的增加 控制的难度啊 比原来大的堵 在一个清朝啊 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量大 那么 禁止食言的成本也随之增强 随之增加 另外盐呢 是这个人人必须的这个消费品 而且价格低廉 对他家有控制呢 本身难度也不小 而且还得考虑到 在食言背后啊 往往有官府的背景 甚至有的地方官 都加入了饭师的队伍 这样一来啊 言物一塌糊涂 就可想而至了 这个时候 盗光皇帝告诫桃树 你知道 朕为什么把你掉到两江吗 朕 看你是个爽快人 敢办大事 所以才让你挑起这副重担 你要注意 以下四点 第一 不要怕得罪人 第二 不要怕吃苦受累 第三 举措 要考虑到长远 第四 刻出一切积息 讲中 和宫 言物 和宫就是黄河的字里 言物 就是我们本集要着重讲的 清朝的言法的问题 陶树接到皇帝的圣子啊 十分激动 说这有什么难的呢 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青史稿记载 说陶树啊 见义勇为 凶无尘无 也就是说啊 遇到不合理的事啊 他就管 不该管 也管 想说的话 憋不住 就说我不考虑后果 这种个性的人 在观察 非常罕见 还别说 道光敢把 这个骡子脾气的 陶树提升为两江总督 还真是气魄不小 在两怀言物 几乎到了不可收拾之期 陶树受命担任两江总督 道光皇帝 对陶树改革言物必定 增加盐税收入 给予很大的希望 陶树深知 两怀言物 力大必大 他决定要干成一件 最难办的事情 想击毙已久 盘根错节 为两百年的研商集团开刀 搞研法改革 那么 想要整顿两怀地区的盐物 桃树会拿谁来开刀呢 道光初年 清朝延恶的这个弊端啊 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两怀的盐引 每年仅能卖出三分之一 亏欠国家上千万两的盐税 那么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陶树决定改革研法 而且首先拿淮北研厂 做改革的试点 两怀研厂 它分两部分 一个是淮南研厂 一个是淮北研厂 淮南研厂规模大 还可以勉强支撑 淮北研厂几乎就崩盘了 不改是不行的 而且淮北研厂规模不大 考虑到改革带有四行的性子 前无古人 要稳扎稳打 传小好掉头嘛 所以先从淮北来改 怎么改呢 陶树为了保证改革的进行 首先把打击矛头指向撕销 也就是严宵 而且秦贼先亲王 两怀严宵在全国最为猖獗 头目是福建人黄玉林 黄玉林啊 说起话来慢条思理 那么举子文子彬彬 出入于茶馆酒楼 出手阔绰 在官场朋友也非常多 但是长江沿岸的这些思言贩子 驾驶着大号的这个沙船来运言 都听他指挥 你别看黄玉林啊 看起来很温和 但是他手下这些思言贩子呢 可是杀气腾腾啊 甚至武装饭私 手中的武器已经不是刀棍这些东西 而是火枪铁炮 装备比官军都好 当然他们与官军基本上不交火 主要是彼此之间杀来杀去 道光皇帝下令逮捕黄玉林 但是官军次次扑空 一打听呢 大伙都说刚走 后来啊 黄玉林自己都觉得 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啊 太不刺激 他居然带着喽喽 来到衙门 拿出名片 递上去 要见掌锅 这清朝官员一听黄玉林来了 头上的汗呢 顿时就下来了 这没办法 黄玉林在楼下 子明要见他 于是硬着头皮啊 去接见 说皇帝子明急哪里 你自己送上门 这算怎么回事呢 说得 算自首吧 办完自首手续 取宝回家 从此黄玉林 要公开活动了 黄玉林成了清朝官员手中一块 烫手的山芋 怎么处理 道光皇帝的意思是处使 但是两江官员啊 大多都不赞同 纷纷给黄玉林说情 多数人主张 让他急思赎罪 这个办法 有点匪夷所思 他本人就是师 所以你让他去急谁 还有一心主张啊 说把他发配新疆 反正已经投案了嘛 应该宽大处理 不应该处于死刑 把他送得远远的 眼不见 心不烦 但这个办法啊 也没有把握 黄玉林花样太多 万一哪天他自己 又溜达回来 那还是个麻烦一桩啊 而且确实 黄玉林就已经被发配一次了 给送到那儿去之后 你又不能成天咔着他 他自己就回来 于是极个别的官员 主张秘密处决 让他人间征伐 然后咱们再发个寻人启示 过三年之后 失踪处理 1830年冬天 陶树听完 官员们的详细汇报 在结合道光皇帝的指示 拍案而起 决定把黄玉林 押赴闹市区 公开执行死刑 官员们大惊失色 倒不是痛惜黄玉林一条命 关键怕激起事端 杀 于是呢 黄玉林就被押赴闹市区 公开执行了死刑 当时万众瞩目 对社会 对官场震动太大了 很多人心里说 说这个桃树啊 真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主 桃树胆大包天 远不仅宰了黄玉林 这一件事 当时啊 两怀严正衙门 成了一个腐败的大本营 他本来他 他受皇帝的指派啊 来管理两怀严物 结果他跟严商打 打得火热 成了一家人 有的成了拜把子兄弟 有的成了儿女亲家 有的直接入古经上 登堂入石 简直就成了一家人了 你还怎么行使 监督管理职能 怎么办 桃树要改研法 这两怀严正衙门 成了这么个状态 该怎么办 桃树说好办 说把它裁了不就得了 于是桃树上宗皇帝 要裁两怀严正衙门 哎呦 说这已经是200年的 国家的一个 养务管理体制了 你说裁就裁啊 而且裁了之后 两怀严物谁管呢 桃树说我管 我以两江总督 监管严物 道广帝还在批准了他 桃树啊 以两江总督 监管严物 他每年应领的养联银 立即增加了5000两 桃树不要 不仅自己不要 其他官员也不需要 他还割出 严物上的漏龟啊 16万两 道广皇帝十分高兴 因为大伙都知道 这个桃树改革岩法的 一个基本思路 是减价敌丝 就是把官员这个价格 降下来 来底子 丝严 桃树认为啊 要降低官员的价格 就得降低官员的成本 降低成本呢 就要从我做起 从官员做起 不去盘剥岩赏 等到官员跟丝严 价格一样的时候啊 谁还去违法去买丝严呢 那么思言不用国家禁止 自然就销声匿迹 严价昂贵 官员滞销 思言泛滥 给民众生活 及政府财政 都造成极大困难 针对严物的弊端漏规 桃树以惊人胆破 对严正进行了改革 杀了严肖的头目 黄玉玲 剃除了两怀严正衙门 那么接下来 桃树还想做什么呢 桃树改革岩法 关键一招 是砸岩商的铁饭碗 开头我不是说了吗 说他们出资几千两 就从国家手里边 永远取得了这块 产岩地的生产销售权 那么桃树决定 把这个体制给他打破 砸他们的铁饭碗 但是这一招啊 挨着权清朝野的首席军纪大臣 曹振庸的礼 曹振庸祖上以盐业起家 不少亲属啊 是扬州盐上 桃树改革 处犯他们的利益 免不了他们要到北京啊 找曹太司告状 桃树决定先下手为强 先给曹振庸决写了一封信 讲明研发改革的必要 非改不可 请朝太司谅解 曹振庸这个时候 快八十岁了 精力不济 而且呢 最近他发现呢 道光皇帝有作诗的天赋 正刻意引导 道光每天啊 写几首诗 送给曹振庸 让他批改 曹振庸用哪里敢批改啊 把诗拿回家啊 挑灯夜战 写读后嘎 大假送呀 写完了之后呢 反复检查 确信没有插错之后 上床迷糊几个小时啊 第二天又到了 还要上朝礼政 忙得一塌糊涂 今小身为了一辈子 还能活几天 别看当朝一品大员 还真怕这个 骡子脾气的桃树啊 撂绝着 既然惹不起 于是呢 就决定啊 明哲宝山 回信 就不妨说得漂亮一点嘛 于是曹振庸给桃树回信 根据轻事稿记载内容是这样的 怀北洋务击毙太深了 说改是大势所趋 你想好了就改 有困难老夫给你做主 说至于我那些亲属啊 他说我不管 我也管不了 再者 他们还能饿死吗 据说这是曹振庸一生啊 做的唯一一件值得令人赞许的事情 陶叔接到回信之后啊 感动不已 立即着手推动 严法改革 1832年春天 陶叔帅官员来到海州 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市 最后敲定严法改革方案 终止是打破 从明朝以来 在这个严税征收和洋务管理上 实行的官商特许经营体制 实行票研制度 说白了也就是打破 研商对研业的垄断 此后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和资格 只要只要给国家交税 谁交税 谁就可以犯言 原来不是得现任务啊 然后还得很多手续 现在简单了 6月2日 陶叔向道光皇帝报告 明年 淮北实行票研法 道光立即予以批准 票研法呀 就是印一种三连票 一连做票梗 另一连呢 送给研厂提研 再有一连呢 由商人自己拿的 作为一种犯言的凭证 不管是谁 都可以 到国家的有关部门啊 来交税领票 然后呢 评票犯言 手续非常简便 而且呢 官吏也没有从中啊 勒索的机会 那么陶叔啊 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措施 加强对黄河渡口的管理 打击路途上的匪徒 保证这个 思研销售网络的畅通 结果淮北这个研发改革 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以至于后来啊 其他的产研区纷纷抗议 那么淮北研厂 不得不做出决定啊 规定了最高销售限额 规定销售四十六万银 票研发时 淮北的研商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啊 淮北思研绝技 研发改革 获得了成功 超额完成了任务 本来两怀研证 已经亏损七百万两百银 但是经过陶树这一改革啊 那么在1831到1837年间啊 给国家上缴了两千六百万两的这个 研税 扭亏为盈 存盈还有三百多万两 这真是一个经济奇迹 而且陶树他讲究平等竞争 打破垄断 注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想 更是可贵 这是道光潮最有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 被死后中国政府效仿了近百年 陶树决定趁热打铁 把这个研发改革推广到淮南 但是呢 身体多病 精力有限 在1839年7月12日陶树逝世 赵光皇帝文迅呢 那么十分痛心 称他实心认世 不必贤怨 给他以太子太保的称号 试文艺 并且命令沿途地方官 在陶树的灵鹫运回故乡的时候 沿途要细心照亮 据说陶树临终的时候 向道光皇帝推荐林哲徐 做自己的继任者 称林哲徐才干 说比自己 要胜于自己十倍 道光帝也答应了 陶树是我国清代道光年间的 封江大吏 在江南任职18年 任两江总督10年 因为事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 他的斐然政绩在一定程度上 被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 所掩盖了 林哲徐因为湖门硝烟的壮举 成为民族英雄 但人们很少知道 他在江苏任职十余年间 和陶树解下了深厚的勇意 道光19年 也就是1839年 陶树在重病期间 曾向朝廷推荐林泽徐 充分肯定了林泽徐的政绩 道光皇帝听从陶树的建议 命令林泽徐接任陶树的职务 赴广东茶禁鸦片 1839年3月 林泽徐抵达广州后 随即开展盐茶烟饭 整顿水师的活动 1839年6月3日至25日 林泽徐在虎门海滩 主持销毁收缴的鸦片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 著名的虎门硝烟 林泽徐继承发展了桃树制衣 对内推行改革 对外反抗侵略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 风云人物 一个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 大清王朝 一个是当温主义世界中 号称头号强国的英国 两个国情迥异的国度 将如何进行交往 从乾隆 家庆到道光 三代大清王朝的皇帝 又将会怎样对待 万里之遥的英国的挑战呢 辽宁师范大学 玉大华教授 精彩讲述 道光 鸦片战争值 应极力叩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